拉泰格斯无法拯救他的宝宝 宝宝在河里淹死了 直到有人出现并发生了一个奇迹 野生动物与全球各地的人类共存 其中许多已经成为濒临灭绝的物种 因此 保护他们为后人留下并在他们处于危险时 尽力帮助他们非常重要 请加入我一起看这只母虎的悲惨故事 他在河中绝望地看着他的儿子溺水 然后发生了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情 这个故事发生在印度 向我们展示了母性本能 在世界上所有动物物种中的存在 这当然包括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猫科动物的老虎 雄性老虎体长可达三米 体重在180到350公斤之间 而雌性则不超过2米60厘米 体重160公斤 老虎是食肉哺乳动物 也是一名优秀的猎手 他可以达到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 智商与速度一样高 在狩猎时 他会逆着风移动 以避免被猎物发现 此外 他还是一名出色的游泳者 可以在水中突然袭击和捕捉猎物 他的饮食包括猴子 野猪 鹿 孔雀 羚羊和水牛 就今天的母虎而言 他正经历着一个艰难的时期 因为即使对于像他这样强大而可怕的母虎来说 做单身母亲也很困难 狩猎和保护领地 陪伴幼崽和休息 这些都是这只母虎必须完成的任务 以保持一切井然有序 问题是 他是如何找到时间完成所有这些任务的 老虎是非凡的动物 正如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一样 孟加拉虎是独居的动物 除了雌性与幼崽一起生活在三到四只的小群中 繁殖季节是每年雄性和雌性相聚的唯一时刻 尽管有记录显示如果母亲死亡 雄性会照顾幼崽 但老虎幼崽还是容易遭受捕食 为了保护幼崽 这只母虎采取了不让狼 雄 舍利和豹子捕食的策略 尽可能多地与幼崽在一起 然而 有一天 当他们经过一条小溪时 正在跟随母亲的幼崽失去了平衡 在一些岩石上滑倒 直接掉进了河里 急流迅速把他带走 水填满了他的肺 看到自己的孩子处于危险中 母虎变得绝望 快速地沿着河岸走动 跟随着幼崽 他知道跳进河里对他们没有好处 因为急流会把他们都冲走 不仅危及一条生命 而是两条生命 无助的母虎看到一个人从森林中出现 从远处观察了情况后 他决定帮助这个小家庭 这个勇敢的人跳进河里 成功地接触到老虎幼崽 用一只手抓住他 另一只手抓住低锤的树枝 利用他的狩猎技巧和敏捷 他将自己推向河岸 那里急流将不再是问题 刚刚被拯救的母虎在那里等候 这个猎人不知道母虎会有何反应 也许他帮忙跳进水里是个错误 然而 当关键时刻到来时 这个人无法对他进行如此残忍的行为 尽管他以前曾猎杀老虎 但他是按照道德准则行事 然而 这对他来说似乎太多了 相反 他没有猎杀他 而是做了与猎人预期相反的事情 他帮助母虎与他的幼崽团聚 现在 幼崽处于无助状态 完全处于这只母虎的控制之下 猎人认为这种善行 可能会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件事 但令他惊讶的是 母虎走进他的幼崽 舔了舔 确保他没事 然后他走进这个人 他闻了闻他 把鼻子靠近这个人的手 仿佛邀请他抚摸他 这个人也确实抚摸了他 他不想碰运气 又有多少人能说他抚摸过一只老虎呢 在抚摸着老虎的同时 他思考着刚刚发生的一切 他感到了一种巨大的罪恶感 刚刚还差点为了出售老虎皮 而猎杀这只动物 而现在 他意识到这只母虎不过是一只巨大的猫 他真心爱着他的幼崽 有谁能够拒绝一个孩子对母亲的爱呢 这个猎人意识到 他不仅救了这只老虎幼崽 他还感觉自己救了自己的灵魂 他再也不会去猎杀动物 当这个人思考所有这些时 母虎用感激之情舔了舔他 带着他的幼崽离开了 尽管老虎有着可怕的名声 大多数老虎都会避开人类 虽然有一些成为危险的人时动物 但通常是因为他们患病或无法正常捕猎 或者生活在猎物自然消失的区域 在这次经历之后发生了奇迹 前猎人姚妹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他找到了新的生活目标 他将致力于保护这些宾威物种的生命 目前他在印度北阿坎德邦喜马拉雅山脉山路的一家名为吉姆科贝特的自然公园担任看护员 这是印度的第一个国家公园 成立于1936年 是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 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同样发生在印度 并再次证明 当机会出现时 人类有能力为任何宾威动物提供帮助 即使这意味着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 在这个故事中 一名男子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了一只狼 这个高尚的行为被记录在视频中 并在互联网上迅速走红 让观众感到惊讶 印度森林服务部的一名官员Satiananda在推特上分享了这段时长52秒的视频 在本故事讲述时 已经获得了超过14000次观看 在一次巡逻中 这个男人发现一只狼的腿被套索困住了 他注意到动物正在痛苦地扭动 无法忍受将它留在那种状态下 尽管他知道这只动物可能会构成威胁 但他无法忍心将它置于那种状态 他不顾一切地试图帮助 在视频中 动物因腿被困住而痛苦地扭动 男人手中拿着一根金属杆 试图用动物的帮助将其移开 然而 动物的痛苦无法忍受 这个动作失败了 男人多次尝试解救狼的腿 但都失败了 印度森林服务部警告说 尽管这名男子的意图是高尚的 但他的行为极其危险 其他人不应模仿他 在失败的尝试之后 这位英勇的救援者用手 在狼的腿上固定了一个临时支架 经过艰苦的努力 他成功地将这只美丽的野生动物 从陷阱中解救出来 脱离了套索 狼惊慌地站起来 朝着男人的方向看去 有一个瞬间 他的眼中可以看到感激之情 然后他迅速朝着相反的方向跑去 回到了荒野中 在你为那些永远无法回报你的人 做了一些事情之前 你还没有活过你的一天 撒迭迭地在照片的标题中写道 这个人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了狼 把手机录像以防他发生任何意外 并尽一切可能拯救这只动物 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美丽的行为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 现在轮到你回答这些问题了 你喜欢猎人为这个小型猫科动物 家庭所做的事情吗 你对羊们的生活转变有什么看法 你认为救助这只狼是否正确 尽管明显涉及危险 当两个暴徒试图带着一个小女孩逃跑时 有什么东西从森林里出现来救他 他的生命掌握在他祖父母警告他 不惜一切代价远离的东西的手中 亚伦贝尔撤住在加拿大西北部的小镇 那里空旷而寂寞 尤其是在冬天 没有什么可玩的 这是一个安静的小镇 但不代表没有犯罪 和阿龙关系密切的某个人 即将与因诺维克的阴暗面正面交锋 他与丈夫乔治和他们六岁的孙女斯泰西住在一起 他们的父母都死于车祸 每当炎热的夏日一过去 痛苦就笼罩着这个家伙 他受不了村子里的生活 他从墙上抓起一把枪放在肩上的背包里 就连忙到祖父的茅屋 他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天快黑的时候了 想在天黑之前赶到 于是他加快了步伐沿着要道快步走 这时 尽管这个小镇会感到孤独 但斯泰西的存在对亚伦和乔治来说绰绰有余 他们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抚养长大 但他仍然想念父母 他必须让他想起他们的一件事是他们的家猫 谢尔比 几个月来 斯泰西一直在为他的父母争取一只宠物 并从当地的救援中心挑选了谢尔比 谢尔比一直很保守 但随着斯泰西父母的去世 他感觉到了变化 现在他非常保护斯泰西 甚至像看门狗一样巡视着这处房产 不过 对于斯泰西 他温柔而有耐心 亚伦和乔治完全信任谢尔比 知道他会永远把小女孩的利益放在心上 直到一个冬日 斯泰西和谢尔比一起消失在湖边 乔治正在修剪后院的草坪 后院背对着湖 他一直注视着两人 但随后他转过身来只是几分钟 当他再次转身时 他们已经不见了 乔治并没有太担心 那两个人经常一起在湖边玩耍 然后才回到屋子里 然而 与此同时 他们的道路上潜伏着危险 斯泰西首先发现了他 从一棵大象树后面 出现了一个灰色的身影 他比谢尔比大 毛多得多 一动不动地站着 看着他们 斯泰西放慢了脚步 战战兢兢地爬到树上 就在他的腿后面 谢尔比跟在后面 就在斯泰西距离动物几英尺的时候 突然发生了动静 事情发生得如此之快 以至于无法分辨是哪只动物先动了 但在一瞬间 谢尔比已经绕着树林追赶那只动物 两个人影模糊不清 但当他们停下来相互查看时 斯泰西开始明白那是什么了 那是一只狗 两只动物围着他转了几圈 小女孩高兴地尖叫起来 他可以感觉到谢尔比没有威胁 因为他躺在快撞的草地上 喘着粗气 谢尔比开玩笑地抚摸着他 用爪子拍打着比他大三倍的狗 亚伦很快加入了他们 给了狗一只宠物 然后带着两只动物回到屋子里 但他不知道自己带回来的危险 当他的孙女拖着一只不知名的狗 穿过后院的大门时 亚伦立即注意到了 他觉得很可疑 这条狗没有项圈 看起来很隐 厚厚的皮毛一团一团地粘在一起 没有洗过 他的身体周围有几处划痕 亚伦把斯泰西带进来 认为最好等他丈夫回家后 再张开双臂欢迎新动物 当乔治到达时 他对亚伦有了一个震惊的发现 那根本不是狗 那是狼 亚伦倒抽一口凉气 现在更加确定 他们需要摆脱他 但斯泰西拒绝了 他确信狼比较好玩 并不危险 他恳求祖父母让他留在后院 不要把他送回森林 他们很谨慎 但最终决定给他一个机会 乔治会密切注视着狼 以确保斯泰西始终安全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事实证明这只狼非常乖巧 就连乔治也开始对这只狼产生好感 以至于当他带着斯泰西向森林走去时 他并没有多想 这是一个令他后悔终生的决定 当乔治和亚伦在庄园里做园艺时 完全没有意识到即将发生的事情 斯泰西和狼正沿着湖边前进 走上一条与森林接壤的小路 斯泰西很少走到这么远 但有狼在身边 他感到很勇敢 可惜 就在这时 狼已经游荡回了森林之中 每当他们靠近他的第一个家时 他就忍不住四处闻闻 这些气味很熟悉 他们与他最早的记忆有关 这是一种本能 尽管他对斯泰西很忠诚 但他比他与他的关系更根深蒂固 斯泰西现在独自一人 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 徘徊在远处 回到家里 斯泰西的祖父母开始担心他 他们告诉他 如果他想去任何地方 就告诉他们 但他一句话也没说 他们已经开始在他们的财产周围搜索 在湖边看不到他的踪迹 而湖边通常是他最喜欢的地方 更糟糕的是 他忠实的猫戏尔比不在他身边 看起来同样担心 亚伦越来越焦虑 乔治试图让他平静下来 他想知道这是否与狼有关 也许他终于崩溃了 恢复了他的杀手本能 这就是他们在湖中搜索 并向森林移动时 闪过亚伦脑海的内容 同时 斯泰西的路在路上飘移 他还不知道 他已经身处险境 当他的鞋子碰到路上的碎石鹿时 他注意到身后传来另一种声音 那是低沉的嗡嗡声 他刚转身 声音就变成了轰鸣声 一辆汽车从他身边飞驰而过 扬起一片尘土 斯泰西在最后一秒得以跳开 但他震惊了 心跳加速 抬头看向前方 他可以看到汽车停在路边 一个轮子搁在草地上准备停车 引擎熄火 车门缓缓打开 一个高大的身影 从副驾驶侧门出现 这个人比汽车高得多 他开始直接朝斯泰西走去 另一个人坐在方向盘后面 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同伴一动 女孩不知道他们的意图 但从他们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中 可以看出 他们不怀好意 不知道该怎么办 斯泰西只是等待 他瞪大了眼睛 发出几乎听不见的低沉尖叫声 第一个男人快步朝他走来 一直没有中断目光接触 他留着浓密的大胡子 手臂上有纹身 斯泰西终于鼓起勇气向后退 并试图再次跑进森林 然而 男人却很快抓住了他的胳膊 将他抱起 转身就往车里走去 他尖叫 但他们太远了 任何人都听不见 男人带着他跑了 上了车 斯泰西感到绝望 但就在他打开车门 要把他推进车里时 他听到他大喊一声放开了他 他摔倒在地 睁开眼 只见那巨大的身影 正向着车子爬回来 而在他的身上 则是那头察觉到危险 从森林中狂奔而拉的狼 他用锋利的牙齿 抓住男人的手臂 继续把他从斯泰西身边拉开 这时 第二个人已经从车里出来 正试图把他的朋友 从狼的手臂上解救出来 两人好不容易才将他挣脱 连忙退到车上扬长而去 斯泰西以最快的速度 朝房子跑去 狼尾随其后 他的祖父母 在半路上遇到了他 他们拥抱了他几分钟 感谢上帝 他没事 从此 狼名副其实地赢得了大家的信任